我再说明一下我们这门课程的 课程名称 Essl VBA 到python 我特别强调 这边的话主要重点会摆在python 然后再回图看VBA 也就是说我在 我的云端上面其实会补充蛮多 就是如果python程式写出来 如果你要把它改写成VBA 绝对是OK的 也会有很多的程式码 放在云端上面 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你们可以自己乱乱看 反正最好是可以 这边python会写 VBA也会写 那两边都可以拿来做解决 OK 所以第一个让各位了解一下 那大概我们的课程纲要 总共有几个方向 不外乎第一 就今天 主要就是解决一个环境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如果要写python的话 该怎么写 那我刚刚提过 如果写VBA很简单 一次要打开 上面就有开发人员 不过可能要先开枪 因为预设环境是没有开发人员 你要把它打开 然后点击那个visual base 它就跳出来了 应该有概念吧 这个的话呢 当然我们这边 电脑里面的话 都有这个isual 那你们可以自己再把 那个isual 把它run 我们好像是放在这里 microsoft open 那我们这边的版本 稍微比较 旧一点的 我们这边是 这2007的 这边就有开发人员 这visual base 那你如果要开始写程式的话呢 直接就在这个模组按右键 插入一个 这个专案里面按一个插入模组 那就直接在这边 可以开始转一些程式了 OK 其实我还蛮喜欢 这个VBA的环境 主要是真的太方便了 第二个是说 几乎每一台电脑都有isual 那几乎如果那一台电脑没有isual 感觉那一台电脑就怪怪的 OK 为什么感觉那一台电脑还能用吗 对啊 对那种感觉啦 有没有 我发现那台电脑上面没有isual 那台电脑是工程式在用了吧 OK 所以已经变成有点刻板的印象 那如果你要写程式 直接就把程式写在这边 甚至有一些云端上面的程式 你就贴上去run就可以run了 OK 那当然云端上面的程式 很多其实是可以当成范本 你可以把类似的架构 稍微做修正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你们要 主要花心思在了解那个程式的架构 然后了解每一行到底做什么 以后至少你要有能力就是可以修改程式 OK 我觉得可能重要性比较高 再来当然 以后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才有办法自己从头到尾自己写 OK 那这个第一个跟各位讲 第二个的话就是基本语法 跟这个结构控制 也就是说呢 在如果我们环境安装好了 那再来就要写点东西嘛 那要写什么 Hallow Word Hallow Word Hallow Word 这太老套了 而且Hallow Word 好像实在太简单了 那我们大概会做一些基本的计算 比如说我们至少加减乘除 这一定要会吧 然后再来就是 比如说我要怎么样把资料放在一个变数里面 那以前呢 如果你学过程式的话 一定要宣告变数 而且要给资料形态 比如这个变数 它将来要放什么资料进去 你要预先宣告 但是你会发现VBA跟Python 它的概念又不一样 它这两个程式语言有个共同点 就是不需要宣告变数 不需要宣告 也就是说你要用的时候 你直接就丢资料给它 你丢什么资料形态给它 它那个变数就是什么形态 如果你是丢一个数字给它 它就变成一个数字的形态变数了 如果你丢一个字串给它 丢个文字 它就变成文字形态的变数了 OK 这概念其实还蛮不错的 主要我是觉得还蛮合理 因为现在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有一个概念 就是来源的形态不定 也不知道到底来的资料形态 到底是一个数字还是文字 那如果说我像以前用Java 我已经先定义好它是一个数字 可是问题我来的是一个文字的话 哇糟糕 放不兴趣 怎么办 OK 那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了 但是你如果没有定义的话 有个缺点 一般会说是那定义不是比较好吗 当然就是会效率会比较差一点点 OK 可能你在RAM的时候 可能至于效率也没那么好 再来的话可能会相对的会比较浪费 那个记忆体的空间 不过这两点 因为现在半导体 这个进步的太快了 有没有 因为现在电脑都快到一个不行了 而且现在RAM也多到不行了 所以以前这些是问题的 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随便电脑都是几核心的 现在是8核心 16核心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管那个效率 因为相差百万分之一秒 你会care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Python的语言慢慢 甚至Python后续语言已经有了 而且可能越来越更简单了 可能形态 你现在身体变数都不用 还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反正就会更简化 只要拜什么 拜半导体之次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台积电这么夯 OK 看一下资料好像也有个同学是台积电来的 OK 那这些问题可能慢慢因为电脑硬体的提升 本来不是问题的 现在慢慢变成比较不是问题 再来的话就结构控制 其实结构控制主要就是透过逻辑判断 当然基本上一定用if OK 那if的话就是判断说 如果你这个 这个资料或者这个逻辑 假如true的话 你要做什么 为force的话 要做什么 或者是可能不只是两个 true跟force 可能还有第三种逻辑 第四种逻辑 第四种逻辑 多重逻辑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做处理 OK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结构控制部分 那再来当然就是讲到有关回圈 那回圈的话 那在python里面主要就是两种回圈 其实各种语言都差不多 一定会有什么呢 for的回圈 它有范围性的 那另外的话就画个回圈 如果它没有范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它需要 做到什么情况下停下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画个回圈 所以基本上就回圈 回圈其实白话意思 就是要重复做 你就一直做 做到什么时候为止 所以你要刚刚什么时候停下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刚刚什么时候停下来 它就不停 不停就无穷 可能就让它当掉为止了 OK 所以 不过现在电脑真的还蛮好 因为第一个RAM够大 以前的话 随便RAM个东西 就不OK了 那现在的话怎么RAM好像都没有问题 一千 所以我回想大概 很多年前Excel VBA 没什么在用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以前的那个年代RAM太小 记忆体太小 那你记忆体太小 你如果RAM的比较大的Data进来的话 它RAM一RAM 就会超过它记忆体的负荷 它空间全部被吃光了 吃光之后的话画面就白掉了 然后就卡住了 然后就档机了 有没有 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 我发现现在电脑要 一次要RAM要档掉 还真的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你的RAM一定要够大 另外还有一点 现在的硬碟 已经慢慢 不是以前的 马达式的 现在很多都SSD 不知道你们电脑 有没有换 固态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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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不行 以前开机可能要开一分多钟 有没有那种马达式的 现在用SSD 如果高阶一点 开机可能不到10秒钟 打开马上就开机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电脑没有 不知道你们知道SSD 这个东西 如果你电脑 假如不是SD 我建议还是 可以把它update一下吧 所以工具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回去安装我们这个环境 发现跑得很慢的时候 那就表示你需要花点钱 但不一定用Mac 有同学说老师 我要Mac 像Starbucks 很多人去用Mac 但如果你荷包够的话 可以考虑 但我以个人经验的话 当然合用比较重要 而且有东西漂亮不见得合用 像我们比较粗 所以用起来感觉 我其实 因为它的美观 所以我买了一台 买了一台 发现 就是用起来 就是会在某一些场合 会拿去用 但是平常 还是习惯用那种IBM那种 以前IBM早期那种 真的不会坏的那种电脑 有没有 那个SIMPEG 那种 家里好几台 真的怎么用就用不坏 摔也摔不烂 对 现在很头痛 它就是不坏 想要坏心也没办法 OK 所以 这个地方 其他的话 后面就有关 VBA到拍摄 刚刚提过 两者之间怎么样互相参照 其实有一些特征 其实是可以让它相通的 比如说你以前会写VBA 你可以把它改成Python 或者你可以把Python 程式改写回VBA 都没有问题 但是里面呢 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的 会特别相关 用案例的部分跟说明 再来就是有关档案的读写 比如说你外部很多档案 你要怎么把它 比如说多档合并 有没有 比如说你有100个档案 你要把它合并成一个档 因为有时候 可能像用ERP 或者是用什么 什么系统产生的Data 它就是一堆档案 那你如果一个一个处理很麻烦 那你什么 你该先合并算了 OK 那可是你要怎么合并 那可是合并完之后呢 之后要分割的话 那要怎么把它分割 所以合合分分 或者按照你要的 把它做分类 那你这个地方 就会牵涉到有关档案处理 那这部分我是觉得 Python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现在的 新一代的语言 好处就是语法越来越简单 而且越来越直觉 越来越人性化 但是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就是你怎么样 用很直觉的方式去写这样的程式 那我后面会跟各位说明 再来的话呢 因为档案有个缺点 它没有一个结构性 那之后如果说 你希望把这个资料 变成有结构的栏位 有没有 那每一栏里面有不同的形态 那将来你要做报表 或者你要查询的时候 那怎么办 你可能还是需要放在资料库 所以 档案的资料 怎么再把它放到资料库 那资料库其实 课程其实真的 就可以单单 再上一个独立课程 所以我们怎么样 取重点就对了 我们会讲重点 可能我会把资料库里面 最重要的相关的使用的功能 你一定要会的 我会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 主要用到的是 这个SQL line的资料库 这个也是内建在python 那再来后面 如果时间够允许的话 我们会再讲 有关网络爬虫的部分 因为 你当然资料来源 现在越来越广泛 从外部 从网络 从云端 从各个外部资料 那这外部资料呢 我要怎么样 把它做处理 甚至呢 可以先把它丢到资料库 那当然呢 你可以做 资料的统计分析的话 怎么去处理 或甚至的话 你可以再把这个结果 报表的结果 做视觉化输出 马上变成一个枝条图 做圆形图 或者是做一个 各式各样的图形的表示 那这样的话呢 该怎么做 OK 这个也是后面 第二阶段 那 所以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纲要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如果你要找到我相关的 我的相关资料 其实我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要找到我 很简单 你Google找吴老师 或吴老师教学 我刚刚你找吴老师教学 大概第一个page 前三个就是我的连结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 第二个就是我YouTube频道 第三个就是我的论坛 那第四个好像 也是我的部落 因为我部落格 除了放Google的之外 还有放匹克帮 他有个另外分 也是会找到 所以在第一个page里面 你Google吴老师教学 就有很多我相关 那这个是之前 我习惯性的 会分享一些东西 那我YouTube频道上面 其实也蛮多 之前上过课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找 类似的东西 不妨可以到 我的那个频道上面 去看看 那再来的话有关 为什么要学python 其实 简单讲起来 未来 新的科技 象征新的机会吧 那 刚好我就 想了一 想 好像在杂志上 刚好看到 他用这样的整理 我觉得还蛮好的 ABCDEF 刚好就是现在最夯的 AI B B 大数据 C cloud 云端运算 第一的话呢 就是相关的辨识 不只人领辨识 各式的辨识 有没有 像现在很夯的 还有配合电动车 有没有 电动车也是很多的镜头 做一些运算 OK 其他的话像 Fintech 数位金融 这个部分的话 数位金融其实影响了 金融业还蛮的 以前可能它不一定要需要程式的 现在好像纷纷都一定要跑来学 最重要我是觉得像VBA 像Python 这些都必要 像R 这些语言 对金融业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不然如果你像以前 图卡链钢来做事的话 那可能很多事都没办法 如果你的data是来自于网页 全世界的网页 那网页问题是 如果你每天都用图卡链钢来做的话 你可能永远做不完 可是如果你学会爬虫的话 那很快 反正你就让它自己run就可以了 而且程式有一些特性 你可以设定像闹钟 或者甚至像schedule 它会自动run 你只要电脑就开着 自动把报表直接的输出给你就好了 OK 甚至直觉的把视觉化结果输出 那更好 OK 那对于你的后续的决策 其实有相当的帮助 那这相关我的资料 那我有业界经验 目前的话在各地讲学 那在学校也有帮忙授一些课程 那这是在中央大学开类似的课程 那这一些 这些奖项 像教学卓越贡献 或者趋势先锋等等的 那我的证照其实也还蛮多的 算一算应该超过30张 那最近的话 也参与了那个像Python 那个AI的跟机器学习的证照 那本来是在上个月要去中央大学 有个研习的 也是证照考试 研习完就考试 可是因为爆发了一件事情 刚好在桃园 这个就取消了 不是取消了 就延后了 OK 所以 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 其实目前Python相关证照 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那你说这有没有用 我是倒觉得说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学习方向 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着手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那它题目很多 你要每一题都对 而且它考的就实作 什么是实作 给你题目 没有任何参考 叫你把程式写出来 在大概100分钟内 做9题好了 OK 那你要把全部做完 答对 才给你一个证书 我是觉得有一定的难度 OK 那如果你已经通过这样的测验 那不敢说你有100分 可是基本上你应该有个六七十分 应该没问题了 而且至少基本上保证应该是这个人 至少是懂Python的 也不会说你懂不懂Python 我懂 像他写个程式 写不出来 那有点麻烦吗 OK 所以基本上有个基本门槛 OK 这也有一些培训 发现有些同学也不错 就是本来程度不OK的 但是经过这受训 OK 就也都考到证照了 大概有些类型 OK 如果有兴趣同学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这考试也是云端运算 你把答案传上去 马上就是 六绿灯表示对 然后 红灯表示就错误了 那其他的话我的部落格 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 OK 那订阅人数现在也好像已经三万四 三万 三万 四三万五了 OK 那一些 这些 那另外的话 我们会有一本上课用书 就上面这一本 这个Python的初学特训班 那这本其实非常的popular 而且销售量非常好 里面好像还有影音光碟 你一些也可以参照 只是说我是觉得 我有刚刚提过 他书里面讲的 就比较琐碎 OK 所以 这个可能第三周 你们会拿到这本书 那Python的设计的哲学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跟像以前的C C++ 或者是说 Java比起来的话 真的已经简化很多了啦 那这些简化没有绝对的 没有说你这个简化不好 不对 其实对一般想要学程式语言来说 基本上门槛降低了 这是必然的 因为很多东西你可以不知道 像我刚刚讲 变数不用宣告 你光写Java写C好了 哇 这些变数就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了 OK 那这些如果都跳过了 哇那你马上就可以写程式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只是说呢 当然有一些文章是会 就是质疑说Python的效率 执行效率不好 对 一定是不好的 因为他没有做很严格的宣告 当然跑 可是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你的需求 不是那种工程师等级的 就是你是需要效率高到就是百万分之一秒的那种差距都不允许的话 差一点点可能就差了很多钱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需要用比较另外的其他语言 如果不是的话 我发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 好像都没有要 这差 不要说百分之一 差个零点一秒 好像也其实没什么感觉 零点一秒 没有啊一眨眼的功夫嘛 有什么关系 最重要是你让电脑跑就好了 不是你去跑就好了 OK 不然的话如果你用图拔链钢来做 可能一整天你都在那边 Ctrl C Ctrl V C Ctrl V 对哦 我看过很多人每天工作 Ctrl C Ctrl V 最好节奏 就一直在做 那你为什么不跑个回圈就好了 有没有 其实回圈就是帮你做重复的事情 只是说你要把整个逻辑整个程式的这个把它写出来 那他就可以看懂你的意思了 所以大概排名越来越往前 这也简单的排名 OK 然后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个主题 其实应该是第一跟第二 因为开发环境我是觉得还蛮容易的 因为我刚刚有提过 我们只要把染人包取得 OK 然后呢你需要做的就是大概几个步骤 第一个 请你先到那个我们的云端上面 所以大家等一下 到我们这个云端 然后你就输入下面这个网址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呢 就会进入到 我这边的云端 大概第一个 你要先做的是先看到安装环境 01 然后呢你就直接把这个安装环境打开来 里面的话就会有一个 这个叫Python的384.zip的一个压缩档 那你只需要把它下载之后 解压缩到 我们的这个C叠或D叠的根目录 但我这个染人包预设的环境是放在D叠啦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的电脑只有C叠没有D叠 所以呢 请你就把这个下载之后 放在那个什么 放在把它下载完之后 放在这个 这个这个 不过我是担心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下载的话 按右键下载 人要下载 那因为呢 大家一起下载可能会塞车啦 所以呢 假如说你们 而且有点慢 它这个档案 KB 哇天哪 下载到完可能就下课了 所以这200 其实200Mb还好啦 那只是说可能下载 那怎么办呢 那后来想一个办法 就是说呢 你们可以连到我现在的这一台电脑 用那个 网方的方式去抓取 那我这一台电脑的 电脑名称是这个 叫R301-T-shirt 所以呢 你直接在那个我们的 随便开一个 资料夹 所以你就开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上面就打什么 直接在这个上面的 路径上面打斜线斜线 有没有 你就打一个 R301-TTEA 它好像没有分大小写 然后你按Enter 就会进到我这台电脑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叫Python304分享 你就直接把这个复制 然后呢 贴到 你的C碟底下 因为D碟好像就是那个光碟机 你就把它贴到本机里面的C碟 OK 我看一下这边贴上就可以了 那它会出现那个权限 不过不管按C去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的C碟底下呢 就会有一个384的一个 压缩档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其实你只要按右键 记得 把它解压缩制止就可以了 OK 那解完之后呢 我待会会教各位 如何再去把这个Python环境 就是可以run起来了 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OK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 回到家 要 建一样的环境的话 一样下载 解压缩就OK了 那只是说会顺便讲一下 因为你的C碟底下 如果有一个旧的 因为前几期上课应该 他们都已经放了一个环境 那怎么办 我是建议你在解压缩之前 你先把它砍掉算 重来好了 这边把它砍掉 然后 砍掉之后再把它解压缩 把这个先丢到支援回收桶 那另外还有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你在解压缩的时候 记得 你不要选那个解压缩到 这个什么Python384 这个选项 为什么因为这个选项它会变成说 它会多一层目录 也就是它会把 这个 这个目录里面又多一个Python384 就是384里面又多一个Python384 就变成两层 所以记得等一下解压缩可能要注意一下 解压缩制止就好了 OK所以我把这个 因为我刚刚有看OK 大概是这样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们先 试着乱乱看 那我这一台电脑的 位置就是 R 就是 你们试试看 斜线斜线 R 301 1-T恤 OK 那应该Enter就可以到 我电脑里面可以抓 那个档案 那个档案